超级飓风爱马重创加勒比海地区 目前我国企业甲级足球联赛进球王马克 Marko Fanelis在英属土克海和群岛的家人虽然无恙 但房子全毁 马克在台湾的有人替他发起募款 两天内就破3万台币 让马克感受到台湾的人情味 我感谢为我主动发起募款的朋友 还有他身边对我伸出援手的陌生人 老实说我真的没想过会有人为我这么做 得知陌生人的爱心和慷慨 他说今天的我人会抬起头 暂时收起悲伤 为了每一个支持帮助我的人踢球 现在我的故乡停电一片混乱 很难和家人联系上 如果我能再次联络上他们 我希望让他们知道台湾人有多么善良 而他们并不孤单 马克来台面书间踢球 不但以21颗进球帮助北市大称霸大专联赛 大运修兵马克才能回去加勒比海老家和家人团聚 没想到才刚收假回到台湾 号称史上最强巨峰爱马就回了他的家园 马克八日在脸书心急如焚的求救 表示亲友全数失联 直到晚间才透过微弱的网络讯号与妹妹联系上得知家人均安 但房子全毁 谨慎的奔逼残缘满是泥泞 马克有一个哥哥与四个妹妹 最小的才9岁 一家妻口只能暂时挤在大哥的一间房间 马克无奈的说 现在我的家人能做的只有想办法生存 忠实电子报